灵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可不可以知道灵到底是什么 灵看不到 摸不着 只能去感觉 而每个人的感觉能力又不同 真是一言说不尽 除非当事人自己感受到了 否则真的难以言语形容 就像到比较原始生活的地区 你告诉他 人可以飞哦 电视机可以接收影像 他会茫茫然一样 你也会很难跟他解释 什么是电视机 什么是飞机 因为他们压根没这个概念 很多东西看得见都不见得懂了 跟遑论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因为你看不到的东西 是不是就不存在 不见得的 像电波是看不到 但你知道它存在 你却没办法形容它一样 那到底灵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以身心灵一起做个说明 以电脑做个比喻 可能还差可让人了解 电脑由各个部分零件组成 人体就好像电脑的硬体 手 脚 眼 耳 鼻等等 好像电脑的零件 新的运作就是CPU CPU启动 电脑才能开关 跟带动其他硬体开启操作 但是各个硬体运作 到底运作什么程度 却取决于软体程式了 零 就像是一个带有操作程式的 记忆体 硬碟 这个记忆体记录下所有操作过程 并且以实际运作检测软体的 实用性跟顺畅度 当电脑硬体坏掉爆销时 将这个记忆体拿到其他电脑组装 它是可以运作的 只是 灵体在转换硬体之前 会经过格式化 会抹除内容 但这些内容的硬痕 实际上能存在记忆体里面 会操作的人 一样可以将它还原 所以转世后 有的部分格式化不完全 它很快在这个部分重启操作 这就是天才 而像智能欠缺或堂食 则类似是记忆体不足 或记忆体在安装过程中受损 只能在极小空间不断循环而已 而秘藏的转世灵通 则好像是在记忆体内 很快找到旧有程式的使用痕迹 再重新换住相同转体进去 所以CPU跟其他零件是固定的 而记忆体是可以加装程式 及不断扩充的 而灵的运作更是可以不断扩充 灵来到人世 是为了寻求可以扩充 及加装的软体程式 所以灵是不断地经历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体验 是为了载入新的经验 来检测旧装程式的实用跟顺畅度 也是为了修改旧有程式的缺失 发展新的程式软体 以便改进提升 所以需要累势来修 而神明就是一组超大能量团 它就好比是云端 它除了接收载入你的资料讯息 以外也载入其他灵体的资料讯息 是一个大型资料库 它除了接收讯息 同时也可以提供资料或程式给你 在修的过程中 是不断地资料往来传输 你的信号越强 频宽越大 你的吸收修正的速度也越快 你就变得有更强大的运作能力 在修行中 打坐就好比施工 是为了让线路保持清晰 让讯号加强 现在是电脑时代了 所有讯息反应是很快的 神明处理的速度也更快 所以以前说来生再爆 现在几乎是很快现实爆 而在修行调整的速度也更快了 办事的效率 跟方式也更新更快 但还有阴灵的问题 应该困扰很多女性朋友 到底婴儿什么时候开始有灵 其实在配胎时 已经配置守护的灵 是灵与人配对完成 一般应该是在出生的时候 身心灵的运作才会结合 但堕胎流产等 同让婴儿出世 但灵发觉没有办法作用 一般灵会返回等待重新配对 但执着会有渊源的灵 徘徊不肯离去 所以才会有阴灵现象 就像电脑组装 只有机壳是不算电脑的 它要各个零件安装得差不多了 CPU装上 然后开始灌驱动程式 检测各个零件正常与否 才算是电脑组装完成 然后裁装各种软体 或下载各种程式 阴灵现象 一般只要请神尊 录画即可 若自我感觉 有阴灵跟随现象 应不要忌讳 找熟识的地方 请神尊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